制作公司 以上言论呢 没事好吧 不用请他 没事我们公司还有其他投稿生艺人 怎么都自觉收入呢 杨梦恩 一会把杨梦恩真人秀的部分都剪一下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这个人 这个气场一走进来 他就不像来讲脱口秀的 感觉像来接管小郭文化 一干就是一个霸道总裁 让我们掌声有请 小郭新任总裁 王耀庆 大家好 我是王耀庆 上个节目而已呢 咱们就把公司送给我了 感谢 感谢我的好员工李旦 很开心来到怎么办专场 李旦之前说这个节目很难做 现在真的请嘉宾很难 这有什么难的 是你们不会的 请嘉宾只需要把人逼到墙角 然后跟他说 别说话 来说脱口秀 今天的主题是别憋着 那我就直说了 其实我不想当霸道总裁 因为我不想再穿西装了 我现在到哪儿 大家都要求我穿着这个整套的西装 今年有多热啊 还要求我穿全套的西装 大家都说 霸道总裁就应该穿西装啊 这是众望所归 对 你们是众望 我中暑 所以今天这条短裤 就是我最后的倔强 而且制作单位非常过分 不仅要求我穿西装 还要求我穿着西装跳舞 跳舞 跳舞有什么好看 跳舞有什么好看 到哪儿都说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看舞有什么好看 实在是啊 这个 干我们这一行的 男人钱财与人消灾 没有办法 好 这个西装也穿了 舞也跳了 现在要言归正传 最近我也参加了一个慢综艺 叫这个追星星的人 怎么说呢 这个慢综艺主打的是一个快节奏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化妆 然后自驾赶路 一天要开几百公里 然后到了晚上呢 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这个时候导演说 快点出来看 星星出来了 我都崩溃了 导演 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了 关键呢 就是我出场特别花时间 因为还要穿三件套的西装 真的很费劲 那个节目呢 不光有我 还有我亲爱的学长吴奇隆 两个人加起来 今年刚好满一百岁 其实根本不用抬头看星星 我们两个坐久了之后 只要站起来 就看到星星了 你说人到中年这么久了 追随什么潮流呢 前一段时间听到身边几个年轻人在一块聊天 说哈 还在玩剧本沙 土豹子 现在都玩飞盘 听到这个话 我就默默地把我大富翁收起来 然后放在我的象棋旁边 当然了 我觉得年轻人呢 这个追求这些流行的这些玩意儿呢 就是包括录影啊 飞盘 那是为了合群 对吧 有同侪压力 但是你要说十几年前 你说我去野外住一晚 人家肯定觉得 你有猫病吗 在家待着多好呢 有空调 有电视 关键还有象棋 我跟你说 我下象棋的时候特别霸道 动不动我就跟人家说 别说话 将军 而且现在关于什么娱乐圈有一些人设啊 标签啊 比如说什么吃货 毒蛇 人间清醒 这个我也是不太理解的 当然了 现在连我也不能免俗 也有标签 我在前两年一个戏 《下一站是幸福》里面演过一次别人的舅舅 在剧里面各种怼我的外甥女 不惯着他 观众说 怼得好 说我是国民舅舅 我惊了 想不到人设现在可以分得这么细 老公负责挣钱 舅舅负责治病 二舅专制内耗 大舅专制矫情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呢 很多事情会看不惯 火气就会有点大 看看我们刚刚苏醒 骂流量 骂爱抖 这个苏醒 你这套气 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吧 骂也没用 你就 要我呢 我就跟他们说 就烦死他们 怎么样啊 恋爱了没有啊 被拍到了没有啊 实锤了没有啊 热搜撤了没有啊 细悬了没有啊 其实说了这么多看不惯的事情呢 不表示我不能够理解 我当然理解啊 这很多事情我内心都是理解的 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对吧 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之下呢 让自己舒服一点 愿意露营的就去露营 愿意玩飞牌的就去玩飞牌 不想穿西装的 就不要穿西装 愿意跳舞的 那就跳会儿吧 谢谢大家 我也不憋着了 再见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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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小庆 确实是霸道 但是这个爱好也太不像个总裁了 真喜欢下象棋 穿着西装下象棋 想象不大 霸道总裁爱姜果 想象不大 不重要的 我们也学习一下 但是我觉得那个王小庆 你看他穿西装 范儿很正 但是职业态度更正 对吧 大家一起 或让跳舞就跳舞 那么也要学习一下 王老师的专业 好友好友稿 快乐也不用等 感谢加一点就好